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使徒行传 第二章一到十三节 在第一章路加记载 帮助我们看到 当耶稣要升天之前 祂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要等候领受圣灵 这是爱我们的天父 应许给我们的 一个很大的祝福跟礼物 而这个祝福跟礼物 是能力 是一种能力 可以见证主的能力 中间昨天提到一个小插曲 就是选出了 玛蹄牙 接续 犹大 当然到第二章 就是圣灵的降临 使徒行传的记载 它是以一个故事性的记载 叙事文 我们在解读这些事件的时候 必须从整个上下文 因为使徒行传是 以一个故事继续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我们要解读里面的事件 我们就需要查考 其他的经文 以及使徒行传上下文 整个的记载 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今天要看的这个段落 曾经造成教会里面 有很多的困扰 有一些地方 甚至我们在应用上 会造成一些错误 我们赶快进到经文里面来 一开始说 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其实光这一节 我们就要有一些说明跟解释 五旬节 五旬节一般是逾越节后第五十天 那么如果最后的晚餐 是在逾越节的话 我们从更多前书又知道 耶稣复活有四十天之久 跟门徒相处 所以从耶稣升天 到圣灵降临 可能有七八天的时间 如果扣掉耶稣在坟墓当中的 这三天的话 所以门徒在前面提到聚集祷告 大概有七天八天的时间 在那里聚集 在那里祷告 五旬节到了 对我们来讲 它就是一个日子 那五旬节 它告诉我们非常多的资讯 五旬节 它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 逾越节 包含后面的整个除校节 其实是一个长的节期 逾越节是1月14号 那么除校节是15号到21号 所以是重要的节期 还有五旬节 就是七七节跟收割节 这是逾越节后 七七四十九天 那么当然有些人算法不一样 就是七个七之后再加一天 无论如何 就是知道是50天 这个时候是开始收割小麦的时候 是收割节 又称为收割节 大家会把这一天开始收割的这个麦子 做成面包 到上帝面前献祭等等 五旬节 五旬节对犹太人的意义不仅止于收割节 五旬节这个时间 记得出埃及记吗 出埃及的时候 是逾越节 第十灾 击杀长子之灾 对不对 在逾越节的时候 灭命的天使越过 犹太人 他们在门框上面涂血 羔羊的血 就逾越过去 从那一天起 他们开始离开埃及 离开埃及 过了50天 就是到西乃山 在出埃及记得十九章 也就是传统 犹太人他们的计算 如果你仔细查考旧约 算起来应当也是第50天 也就是说 在五旬节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西乃山 领受这个十戒 在西乃山与神立约 一样在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降临 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日期 点出来了 因为我们之前有读到 耶利弥书31章31节 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过去是写在石板上 现在是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其实在以色节书 36章2627节 说得更清楚 我也要赐给你们 一个新的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给你们肉心 本来是刚硬的石心 现在是肉心 对上帝有回应的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这个就是 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 被圣灵重生 开始对神有一个渴慕 对神的道有反应 开始羡慕想要向神 开始侍奉神 尊主为大的一个过程 所以五旬节 圣灵降临 它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一个新的开始 在过去有圣灵的工作 包含创造 包含圣灵在造会幕的 工匠身上等等 在旧约里面 就有一些圣灵的工作 但是使徒行算第二章开始 它是圣灵普遍的降临 临到每一个圣徒的生命当中 那么我们也提到 五旬节又称为收割节 往后看会发现 当圣灵降临之后 彼得起来讲一篇道 有三千人信主之后 五千人信主 意思是一个新的纪元 是圣灵大大工作 就是我们所谓教会建造成立的开始 就圣灵大大运行工作的时候 一直到什么 到我们现在仍然是在 圣灵的这个纪元 这个新的时代里面 我想这个理解对我们很重要 而在使徒行算的这个时候 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是一个新旧约过渡的时期 耶稣降生 新约来了 可是到耶稣要受死之前 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所以显然新旧约的整个过程 它是一个过渡期 它不是单一一天 耶稣不是一天来 一天受死 一天复活 圣灵当天赐下 不是 它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 会看到一些状况 就是在这里 使徒他们已经信了主 肯定他们是信主的 但是他们并没有普遍领受圣灵 一直到往后看 我们看见圣灵降下 充满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 对不对 所以会有那个分开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二节 那里甚至会提到 一个特殊的现象 你们信的时候 受了圣灵没有 这是因为 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所以信主跟领受圣灵 中间有一个时间的落差 不过在往后 就没有这个落差了 就是我们之前读过的 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三十八节 那里说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色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当时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另外呢 这个我们要继续往下讲 还是要补充 因为是一个过渡时期 对犹太人来讲 甚至对门徒 当时候的使徒们来讲 他们也有一个困扰 他们有一个还不明白的 就是说我们等候弥赛亚 整个旧约都预言有一个弥赛亚 我们过去搞错了 他是政治的这个君王 现在我们确立了 他是上帝的儿子 而且要建造的是神的国 那么神的国 有没有包含外邦人呢 所以当圣灵降下的时候 圣灵我们是没办法亲眼看见 除非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在耶稣受洗的时候 圣灵仿佛鸽子 是让人可以看见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往下读的时候会发现 圣灵降临的时候 他给了几个特别的记号 这些记号就是让使徒们 可以确认圣灵降下 特别是第三个 就是说方言 所以以至于在往后 彼得有一次特别的经历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四节 开始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 他在对谁讲话呢 对一群外邦人 那些奉歌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见圣灵的恩赐 也交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稀奇 圣灵的恩赐 怎么可以看得见的呢 圣灵浇灌在人的生命当中 是看不见的 在这里怎么看得见 怎么判断这是圣灵的恩赐 圣灵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呢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 称赞神为大 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 与我们一样 彼得怎么判断 彼得的判断是 圣灵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 因为他们跟我们当时候 在第二章 圣灵降临的时候 领受圣灵发生的情况 有一些部分是相同 特别在这里指导说方言 所以不可以禁止为他们施洗 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这里圣灵的降临 它有非常多的意义 我们后面会稍微做一个归纳 那么我们在这个背景底下来看 一开始 路加就写 五旋节到了 五旋节 我说对当时候的犹太人 是非常有意义的 他们立刻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包含收割节 包含西南山 当时候立约等等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就是至少是那120位 对不对 在一章十五节那一群人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这是大响声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这个大是指猛烈的风吹过 所以是听到声音 可是没有风 但是这个声音 很像大风吹过的声音 这个大风吹过 我不晓得 这个是什么声音 不过路加形容 有一个很大的声音 这个声音 大到后面有一群人 第六节说 这声音一响 众人都来聚集 大家就来聚集 这里聚集的地方 如果从后面看 还有一群人是要去献祭 所以这个地方很可能 是靠近圣殿的一个地方 不一定是指马可楼上 但无论如何 当时候门徒仍然在那里 等候和祷告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声音 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物质 这个响声充满了房子 第二个现象是什么呢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这个我们又更难想象 舌头本身是有形状的 那么火焰也有火焰的形状 所以显然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他看到的这个是舌头 那么像火焰一般的舌头 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就是所有在场的人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就圣灵普遍的 而且很大的 很充满的降下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所以三个现象是很大的响声 像风一样的声音 再来舌头 这舌头像火一样的形状 再来说话 这说话的内容是什么呢 讲说神的大作为 为什么路加要这样记载呢 因为在出埃及记十九章 当时候上帝跟以色列百姓 要立约的时候 也发生了有点类似的情况 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十九章的十六节 那你说 到了第三天早晨 在山上有雷轰 大声音 闪电和密云 并且叫声声道 声音对不对 营中的百姓竟都发展 它是很大的声响 我们如果曾经经历过一些大雷雨 那个雷声 啪啪啪去死 可能比那个声音都还大 摩西率领百姓出迎接神 都站在山脚 西奈全山冒烟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 有火对不对 山的烟气上腾 如烧窑一般 变山大大的震动 脚身渐渐的高而又高 摩西就说话 神有声音答应他 在当时候 有什么呢 有大的声音 有什么呢 有火 然后呢 有话语 有说话 摩西说话 神说话 所以路加在这里 在描写的时候 他也跟当时候 西奈山立约的时候很小 其实他是要做一个对照对比 那时候是旧约 而路加很清楚的 要告诉我们的是说 耶利米苏 以西结书 先知们预言的那一个新的时代 已经展开了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而这是新约 神的灵要进到他的百姓当中 看起来路加是非常的清楚 那这里所说的别国的话来 是可以分辨的不同国家的语言 就好像突然间我会说这个韩国话 或者我没有学过 突然间我会说日本的话 是这样子 这里的方言 跟哥林多前书那里讲的方言 是不一样的 哥林多前书那里讲的方言 它是一个圣灵的恩赐 它不是对人说的 它是对神说的 这里的方言 它是对人说的 对不对 是别人听得见的 我们先继续把经文看完 再来做一点归纳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 从天下各国来 我们说以色列人有三大节起 五旬节就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一个节起 所有的人都会到耶路撒冷来敬拜 来献祭 所以那个时候 整个耶路撒冷圣殿附近 有非常多人 这些人是从天下各国来 因为他们可能做生意 或者各样的情况 分散在各地 住在耶路撒冷 他们就来献祭 所以一定要长途跋涉 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一响 就是前面提到的 从天上有响声 甚至也掺杂着 门徒们开始 按着圣灵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 说起别国的话 在后面提到 他们讲的是什么呢 在十一节 讲说神的大作为 他们突然开始会 别国的语言 别个地区的语言 然后用这个语言 讲说神的大作为 个人听见门徒 用众人的相谈说话 相谈就是当地本地话 就是纳闷 都惊讶西齐说 看啊 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这里的加利利人 有一点贬义的意思 就说你们相巴佬 你们没有受过 什么教育的人 没有去外地 渐渐市面的人 怎么会说我们的话呢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 他们说我们 生来所用的相谈呢 我们帕提亚人 马代人 以南人 这些在现今伊朗的地方 我会把地图附在解说的下面 其实就是整个东西南北 所有的国家地区的这些话 合住在美索不达米亚 犹太 没所不达米亚就是伊拉克 犹太地区 这个我们就比较清楚 加帕多加 本都 亚西亚 弗里加 庞菲利亚 这些在土耳其 不同的地方 埃及 这个在非洲 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 利比亚在北非 一带地方的人 从罗马来的克里中 罗马这些是欧洲 或是犹太人 或是进犹太教的人 进犹太教的人 就是外邦人 皈依做犹太人 克里特 克里特就是我们之前提托书提到的 他是一个小岛 和阿拉伯人 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 讲说神的大作为 所以这一群人是 同时领受了 许多国家的语言 许多地区的相谈 然后一起讲说神的大作为 为什么圣灵降临 要有这些现象 我们刚刚有说明 为了做一个记号 帮助使徒们可以认出来 圣灵降临的工作 他们有一个印象 所以当他们去到外邦当中 看见外邦人 也一样领受圣灵的 这个工作恩赐能力 他们就可以分辨出来 原来救恩 也是要领到外邦人的 对我们来讲 这再正常不过 因为我们就是外邦人 可是我说 当时候是一个过渡时期 对使徒来讲 他们还是 当时候犹太人 你知道 在耶稣那个时代 犹太人 他们认为 外邦人是不洁净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个恩典 这个救恩 这个特殊的应许 是给他们的 他们还是有一些 民族的情节 所以上帝用特别的记号 要帮助使徒们 能够辨认出来 哦 圣灵真的也 领到外邦人身上 那么既然神 把恩典 领到他们身上 我们就不可禁止 为他们实习 那可是呢 这些现象 我们看出来 这现象里面 特别是 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表达的是 我们知道在 创世纪十一章 巴别塔的实践 巴别塔 是人心骄傲 要抵挡神 所以上帝使 他们变乱口音 彼此不能沟通 所以人就分散了 在这里 是巴别咒诅的相反 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来到这里 竟然都可以听到 相同的福音 讲说神的大作为 过去语言不同 彼此分散 不能合作 现在呢 虽然是不同的语言 却可以一同聚集 来听福音 第二个我们也看到 你想 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些门徒 可以说不同国家 甚至是外邦人的语言 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什么 很清楚在一章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那个能力之一 就是他们被装备 他们能够讲说别国的语言 圣灵在这里 其实就是暗示了 福音要传到外邦去 否则神为什么 给我们一个外邦的语言呢 这个恩赐的背后 就带着护照嘛 也就是上帝希望他 去到他们当中 讲说神的大作为 所以圣灵降临在这里 更是一个神学性的 但是这些现象人看不懂 所以十二节 众人就都惊讶猜疑 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神迹 有上帝特别的工作和显现 人并不能看懂 一直到什么 到彼得起来讲道 有神的话引导 人们才看懂这个神迹的背后 有人抱着谦卑的心 来询问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但是也有一些人 是带着技巧 抵挡的心 十三节 还有人技巧说 他们无非是心酒灌满 他们喝醉酒了 乱七八糟的 到底在干嘛 看到这么明显的工作 那么大的响声 突然人会讲你的相谈语言 都还可以说喝醉酒了 表示当时候有一群人 仍然是硬着心 这跟我们传福音是一样的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所以我们在看的这一段经文 它其实是一个神学性的表达 虽然它在记载这段故事 这一段经文不是在告诉我们 圣灵充满会有哪些现象 不是的 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 是一个新的圣灵的时代的开展 在耶稣升天之后 一直到耶稣再来当中 圣灵大大的运行和工作 从使徒那个时候 一直到我们如今都是 而圣灵的工作 它主要就是一章八节这里说的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这个你们我们可以把它称作 就是教会 教会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直到地极 如今还没有到地极 我们仍然要继续依靠 圣灵的大能和工作见证主 我们会再往后看 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 圣灵降临之后 开始在这里说起别国的话来 开始有语言 要去跟其他不同 特别外邦的国家传福音 其实这一次我说是神学性的 意思是说上帝的心意 是要我们倚靠圣灵 然后带着圣灵的能力 去到各个地方传福音 这一次是直接领受别国的话语 就是我突然会英文 我突然会韩国话 突然会日本话 突然会德文 那一种概念 但是现在圣灵帮助我们 有时候不是这种方式 我说这里是神学性 一个代表性 上帝要我们到各地传福音 但是圣灵确实赤下 在使徒行传里面 还包含传福音的胆量 在第四章的三十一节 那里有提到说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被圣灵充满 还有别的现象 就是有胆量传讲神的道 在九章十七十八节 讲到圣灵充满是什么 是医治 这个医治疾病 在十六章第七节讲到 当时候保罗要往地推你去 耶稣的灵却不许 讲到圣灵的引导工作等等 我们在后面会陆续看到 所以圣灵的降临 它主要的目的和工作 跟宣教有非常大的关系 包含神迹歧视 医病 包含讲预言 讲到放胆 有胆量 有神的恩高 有各样的能力等等 可是仍然要有一个可见的记号 在这个过渡时期 帮助使徒去分辨神的灵 或者说神的工作 救恩也领到外办人身上 这在后面我们会更多来琢磨的 那么因为我说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在教会过去 有一些教导上 比较有争议 所以我还是得要做一点 小小的补充 不好意思 就说是不是说方言 才是圣灵充满 我们提到圣经里面 有两种方言 一种是这里说的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是突然的 我们其实有听过这样的见证 讲员没有来 那这个木则硬着头皮上去 结果突然在 待一场讲道里面 讲别国的话 他没有学过的话 这是我们听过的见证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 跟多前书14章那里提到的方言 是对神说的 不是对人说的 自己也听不懂 所以需要有方方言的 甚至被称作是天使的语言 这是我们直接跟神沟通的 在灵里面沟通的语言 这是这两种 所以我们要回答说 是不是说方言 才是圣灵充满 很多人依据这一段 就说说方言要圣灵充满 其实不是 在这里的方言 是作为一个记号 在更多前书的方言 是作为属灵恩赐的 其中一种 圣灵充满 是不是一定说方言 当然也不是 对不对 它是一种恩赐 然后呢 是不是说方言 才得救 不是哦 我们现在讲的方言 大部分指的是 更多前书14章的那个方言 是不是要会说方言 才代表你得救 不是 它是各样属灵恩赐 当中的一种 是不是说方言 代表比较属灵 比较高级 也不是哦 因为它是许多恩赐的一种 我想在这里做一点 这个补充跟说明 是因为我过去 在信仰追寻的过程当中 我有很多的疑惑 有各样的声音 告诉我是这样 是那样 求神帮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 来回应 最后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您赐下这一段 真实的记载和记录 让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 何等奇妙 何等贴行 我们也看见圣灵的赐下 是为了要使我们得着 见证基督的能力 在主啊 这一段时期里面 求主我们 帮助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们也更多看见圣灵 在我们个人当中的引导 叫我们知道 怎么依靠圣灵的工作和能力 见证基督 建立教会 愿你的名得着高举 愿你继续引导我们 在你的话语当中 各样的查考和分享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